作曲 李宗盛 从不会迷茫 奔跑的路上 梦想的光芒 笑的脸发套 举起你的手 放纵你狂跳的埋伏 感受爱最真实的躁动 握紧我的手 对抗全世界的操控 找回梦最开始的躁动 举起你的手 放纵你狂跳的埋伏 感受爱最真实的躁动 握紧我的手 对抗全世界的操控 找回梦最开始的躁动 《词曲 打扮》 《词曲 打扮》 《词曲 打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今天瞎成无数情 好帅呀 如果是能做廷号前辈的女朋友 天天被这么一双明明的眼睛看着 那一定很幸福吧 你别瞎走 谁不知道廷号前辈喜欢白草 以前廷号前辈不是说过她不再追白草了 只把白草当成好朋友吗 话是这么说 但是你又不是觉得廷号前辈对白草真的是 事事上心吗 今天还专门为白草办了那么大的拍片 庆祝她的胜利呢 哎呀 她那么做 一换作是我的话 我早就哭着冲进她的怀里了 哎呀 嗯 其实白草一直不肯接受 若白师兄已经不在了的事实 我觉得 心不愿意希望 什么心愿啊 就是我就觉得 忘掉一个人的最好办法 就是喜欢着另一个人 哦 真 给白草找个男朋友 这个办法好了 你把师兄也一批希望引力的人 能代替她守护白草 可是找谁呢 那不就是一个现成的吗 初衍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 她最近都很少打电话回来了 又要陪着御馆长和御夫人 还要在医学院进修 应该很忙的 那 长安是初衍找来的吗 对呀 没事 没事 平行前辈 咱们找机会一起去野营吧 白草最喜欢大自 是吗 平行前辈 你家有没有游艇啊 你会不会开游艇 有啊 那你教白草吧 有你那我怎么喝 平行前辈 要不你带白草去看电影吧 正好 放松心情 又转移注意力 这个主意好 你们别乱出主意了 我们去游泳吧 添加钱北方们去玩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擦点防晒霜 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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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让你在这儿玩得开心 明天 结果立刻离开暗阳听到没有 这算是在命令我吗 这怎么能是命令呢 这叫威胁 如果你不走的话 我就把你之前干过的那些事情 全部告诉他们 好啊 那你就告诉他们吧 长安 你明明知道你的训练方法是冷血和残酷的 你为什么还要训练白草 腿法越强烈 暴力之气越严重 难道你想让白草变成那样的人吗 你的记性可真差 踢水缸的诀窍是你说的 而不是我 对不对 知道怎样才能爆发出最大的力量 去踢断它吗 你们要注意力完全专注 把全身的力量 都集中在你将要踢出的那只脚上 再 急于一个点上全面爆发 这 才是属于你们的最大力量 是 教官 转办 好 踢 好 好 我把踢水缸的诀窍告诉白草 那是因为我害怕他受伤 你呢 为了赢得比赛 不惜放弃他的腿 放弃他的生命是吗 要想做到最好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这世上没有轻轻松松的伤害 杀敌一切 自所抱败 你想把白草给成那个人是吗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好 告诉他 看看白草他是不是会听你的话离我而去 还是会继续跟着我训练 去试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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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还需要我 我永远都会陪在你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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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白师兄 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一定会振兴松摆 我会打入十千三 实现我们宫通的梦想 梦想 是不是 好 好 往前 好 睡 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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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白草 来 你还好吗 白草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白草 我知道你很想念若白师兄 但是 你也不能想不开啊你 说什么呢 怎么想不开了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我刚才 只是有点累 有点出神 下回累的时候 咱能不能换一个别的方式 对不起 让大家担心了 怎么样 怎么样 白草 从现在开始 以后的训练你不用再来了 查一场练 好 记住你说的 不早 我带你去换身衣服 别感冒了 不早 挺好前辈 挺好前辈 我自己来 放手 我自己来吧 坐好 可是我得赶紧回去了 因为长安教练刚才好像很生气 白草 她不是刚才说了吗 不让你去训练了 我 还有 以后可不可以离她远一点 为什么 因为她太危险了 那可是我还要 没有什么可视啊 可不可以听我的 先吹头发 别干嘛了 听好前辈 我还是先回去吧 长安教练还在等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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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房 有什么事 我怎会那么快 光草 她不知道 长阳教练 我不是说够了吗 你不用再来了 可是我 够了 你永远不用再来训练了 长阳教练 我真的不是自杀 我刚才只是有点累 这有多危险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活着 都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做了错事还逃避 那是懦夫的行为 你难道连这点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吗 你对我说你不是自杀 但那跟自杀又有什么区别 一个不懂得爱惜自己 不懂得珍惜自己生命的人 一个为了早就死掉的人 不顾自己生命安全的人 那么你觉得 他还有什么资格继续练圆武道 这样的训练真的毫无意义 若白师兄没有死 他是死是活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可是长安教练 你答应过我要训练我 让我赚到世青赛的赛场上 没错我确实是答应过你 但我不喜欢做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时间 我训练 长安教练 走吧 从今往后不许出现在这里 天号前辈 你还好吧 刚才在泳池你只是喝了一些饮料 好 我们去吃东西吧 听说父亲开了一家西餐厅 评价好像还不错 我问你 你知道怎么样 才能从心底彻底地忘记一个人吗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我为什么就是放不掉 挺好 前辈 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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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宝宝了 小燕 累死宝宝了 累死宝宝了 小燕 我回来了 训练累不累 你别提了 今天那个陈安教练 跟发了疯一样 突然开始对我们魔鬼训练啊 都把我们整死了 他咋不上天呢 我算是理解你 那会儿天天跟他训练的感觉了 小名都快没了吗 我现在喝八杯水都补补回来 我今天流的汗 我现在好想做一个死伴的 浑身都填满了面膜 把今天的水都给补回来 你今儿怎么没有训练就回来了 我被陈安教练赶回来了 他良心发现啊他 今天赦免你啊 不是 是他生气了 小燕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怎么样能够让陈安教练消气 让他继续教我 你要讨好他 他生气就生气呗 我才不忘你想办法呢 小燕 行行行行行行 瞧你这点出息 我范小燕气量大 我帮你想 讨好人还不简单嘛 偷情组号呗 她喜欢什么你送她什么 偷情组号 那 常安教练喜欢什么 妆裤 耍帅 毒蛇 还吓唬人 这种人我喜欢什么呢 我知道了 小燕谢谢你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睡不睡 泡泡泡的脸 不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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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你不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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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教练 这是您的 这是我扔掉的 这个 这是什么 我看您喜欢木雕 就找了这块木料送给您 给我这块木料的大叔说 这块木料不软不硬 特别适合雕刻 您闻一下 还有补贴人的香气呢 对吧 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好东西 对不起 我不太懂 那我先走了 等等 你来找我到底想干吗 教练 我想继续训练 那你到底能不能忘掉那个人 你 算了吧 往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训练上 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你能做到吗 我可以 我的训练可是很残酷的 如果你能完成就可以成为优等品 完不成或者出现问题 你就会成为次品被淘汰 能接受吗 能 那你可以走了 那明天的训练 我们会准时开始 如果你敢迟到的话 我一定不会迟到的 我一定好好训练 谢谢教练 我先走了 把东西留下 这个不太好 我拿到好的我再送给你 我说留下 我要亲手把它给扔掉 教练再见 教练再见 帽子还不错啊 帽子还不错啊 胡一副你还像话吗 白草比赛的时候你也不在 现在你才刚回来你又要走 还去美国那么远 你到底去干什么 乖了 我很快就回来了 最近长安教练和大家相处得也还行 所以我做几天应该不是问题 不要太想我 要是想我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打视频哦 再不然呢 你就跟这个周围小狗说话 听眼见的 谁会想你啊 我才不会想你呢 我忘掉你分分钟的事 你还没说你去干什么呢 你是去找初原师兄吗 一丰师兄 白草 一丰师兄 你现在就要走吗 今天的飞机 白草 我和你一样 总是感觉 若把骑士还合着 我会去美国 找到初原师兄 彻底弄清楚这一切 白草啊 我走这几天 四百日交给你了 你放心 行啦 谁知道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到时候会不会忘了我 鱼 用来 对 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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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走 走 走 继续练 白草 白草没事吧 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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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年教练的训练方式真的大了 好歹也是个女孩子 就是 就算小草的腿再怎么天生神力 也经不起她这么折腾 那你敢去跟长安教练说 让他们对我们白草温柔点 你们很闲是不是 全部都给我靠墙倒立 还有多久啊 我快不行了 行了 这就不错了 咱们怎么也不也比白草强多了吗 行 真是自找苦吃 同志 白草 加油 白草 白草 力草 疯귀 疯 疯��의 疯患 疯患 疯' 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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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三点 一 二 三 好 小英 我觉得长江教练这个训练方式太狠眼了 我才要再等冰晓天我都担心他走我路面 什么 我觉得小草草最近的眼神都有点不对呢 你别笑了 对 白草 你看看你蛮头大汗的别练了别练了休息会儿 我妈动了排骨灯喝汤气走 我再练一下 别练了走了走了 不行 继续练 教练 百草成绩上升得这么快你就让他放松走 我输过 想攒够几分 拿到试青赛外卡就一分都不能丢 每场都必须拿到冠军 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一刻都不能松懈 要训练到什么程度 只剩最后一口气 也要爬起来训练对吗 当年的事你忘了我没忘 平浩前辈 是我要求长安教练严格训练我的 因为我不能松懈 每场比赛都获胜我才能打进世青赛 他这样的人训练你只会把你给毁了 他根本就不配做教练 我配不配来做这个教练 你有资格指手画脚吗 资格 我的资格就是不让松白的任何一个人在下场 像星药一样 星药 让开 你因为 They just took my money 想干吗 长安教授 咱俩已经很久没有打过 今天我向您请教一下 如果要是你是我 就立刻给我滚出松白 我未必非要留在松白 可如果你逼我的话 我还真就不走路 让我看看你的功夫有没有长进 停了 前辈 你们不要再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推草 先 Luck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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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腿怎么了 已经废了 已经废了 这就是极致训练的后果 你觉得我会把白色交给你 听好 小伯 你听不听我的 我 去白草 常文教练 你没事吧 白草 来 饭还没到 就先喝点这个烟药味 是是 谢谢 不用了 谢谢 不用了 谢谢 挺好 前辈 你做的事一向都是有原因的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给长安教练走 长安这个人太危险了 他的训练方法非常的极端 可是他 没什么可是 我知道 他能够让你赢 但他这种训练方式非常的危险和残忍 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会穿上力气 到时候 你就只渴望暴力的快感了 所以 我才不想让你跟着他训练 不会的 就是长安教练的训练方法是狠了一些 但是他是为了让我更快地进步 让我能够适应高强度的比赛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看看你的胳膊 遇上这么严重 没关系的 就是看着比较吓人 其实一点都不疼 乖草 所以我说了 这种训练方式极其的不人道 那 以后不要再听他吧 饭来了 先吃饭 接下自说 两碗请慢用 牛肉面 只是牛肉 不吃筋 若白说 这是你的最爱 反正我也不喜欢吃牛肉 都给你吃 来 快点吃 吃完了 出去带你散散步 训练再紧 以后出去送你心目 不得 不了 吃完我就回训练馆了 长安教练刚才好像很生气 如果我带你去见若白呢 真的吗 坤衣服 快不好吃到了 一直在这儿啊 我的妈呀 白草完蛋呢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若白师兄吗 为什么到这儿 其实也没什么为什么 我的车刚好没油了 只能在这儿了 而且我们回不去了 挺好 前辈 你跟我来 你看 天上的星星多漂亮啊 我相信他们什么都听得见 只要你 把你心中的难过和委屈 全都说出来 他们一定会转达给你最想见的那个人体 真的吗 真的 我相信不论若白在哪里 他都听得见 若白师兄 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肯回来 若白 我相信白草的呼喊 你一定能不听见 若白 你愿意把白草交给我照顾吗 若白师兄 若白 我知道你没有死 我能感受到 你还活着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回来 若白师兄 我一直很努力 很努力 我已经答应了好几场比赛 可是你为什么不肯回来见我 我真的很想你 我真的很想 人家 人家都你 有一颗轻轻依靠着 你的心 一瞬间落空 我们都不肯 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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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出来了 像在一刻 其实我还没走 看你背影 越来越远了 周三周四22点 驯风声音定届 大家好 我是方廷昊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松柏的新教练 今天练什么 挖跳 先做杠铃 先做挖跳 杠铃 等一下 我一起练 想你了要怎么开口 只是朋友的借口 去给你温柔 有何必愧疚 我们只是朋友